这些美国的优位这些保守派 一直说那个美国大学 知识界都是偏左的 记者也是 温尼界也是 科学家们也是 就是因为他们偏左 他们才说这个全球变暖是真的 我一直想问这些美国有派的这些朋友 你自己认为 为什么所有的受过教育 有创造力 有头有脑的 动这些事的人偏左 这是为什么 您的意思是说右派都是没大脑 我没有这不是我的意思 这个原来是他说的 为什么你总是指控 所有的有教育水平 有创造力学过科学 学过人文科学 你都骂他们是左派 为什么出现这么一个 现象就是说 知识的那个水平越高 你觉得越不保守 我就是很想问那个有派 你认为这是为什么 好的我想听